小朋友玩特制积木方块 色彩鲜艳 简单好握 可以训练他们的手脑协调 另外这款弹珠台 可以刺激特殊需求孩子手上的触觉 玩游戏是儿童生活的全部 但对六岁罹患过动症的小乐来说 却经常遭到不友善的对待 小朋友会这样扮演恐龙 然后他就这样喊着喊着喊着 喊着好累 然后大家也跑得很开心 可是我问他说你这样真的开心吗 他说我不开心 然后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开心 还要这么做呢 因为他们这样子才愿意跟我做朋友 如果我没有这么做的话 他们不想跟我玩 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 难道我们要扮小丑 人家才要跟我玩吗 家福基金会公布特殊需求儿童的 游戏权调查 有六成三的家长表示 家中身心障碍儿童玩游戏时 曾遭受他人不友善的对待 更有九成家长说 生障儿的公共游戏空间不足 孩子多半只能在家里玩 游戏犬基本在所有的儿童人权当中 是一个最基本也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对于很多特殊儿童来讲 他其实在怎么去跟其他的孩子 共同的在游乐期间 其实是一个相对困难的 孩子在游戏里面学到的东西 都比单纯来教他 他学得更快 那一般孩子是这样 特殊儿童更是哦 家福长期关心儿童权力发展 尤其在弱势儿少领域 因此提出玩具总动员四部曲 鼓励特殊需求儿童快乐参与 家长陪伴游戏 认识他们的行为 语言所传达的讯息 同时接纳并给予更多包容与帮助 最后也呼吁政府 应该设置共荣式游戏场 让孩子们有更多空间 以游乐设施使用 记者邮箱厅采访报道